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客户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利于财运但是容易犯情伤的手向特点 主纹路清晰深长有力能力强素质高 利于做事业 事业现在也是明晰时尚后期成就是越大 利于晋升 还有就是有这个帮扶纹 后期容易得到贵人帮扶提携 财功饱满说明财运比较旺 但是财功有一个异性纹 容易因为异性而破财 就这个位置 再加上人纹尾部分叉 形成三角纹干扰纹 容易犯烂桃花犯情伤 财运不错 但是异性源比较差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手掌当中没有地纹 也就是没有生命线 或者是地纹太浅 根基薄弱 不得家庭帮扶 那么食指的缝隙也比较大 上面的上部粘的比较紧 首先一个跟亲人的面和心不和 第二个的破财散财 这是早年不余钱 所以这个手掌是难得家庭帮扶的 凡是要靠自己 这个还得自己注意理财 来看一个这个 这个是事业线清晰直上 后期的成就大 利于晋升 如果事业线没有断序 没有折断 也可以说明是在一个单位 或者是在一种行业干一辈子 事业比较稳定 这个事业线从这个前工的位置出发 一直往上走 前工就是这个位置 一直往上走 并且呢 这个容易得到贵人帮扶提携 无名指的下方也是机遇文 机遇文交合印文 看见没有机遇文和这个方块的印文交合 这个得机遇比较早 得职位呢也是比较早 人文的尾部呢 有棺材文 这个婚姻难白头 老来离散 或者是某个人严晕的 因为某个人健康的问题 这个走得比较早 这是一个 难白头 难白头 伤害文 伤害文的就是地文 地文也就是这个生命线嘛 这个清晰深长 没有杂文 导文不折断为好 类似于这种地文尾部有三角形的文络 为充刻地文 这个是伤害文 晚年容易有意外的一些伤害 主人际关系 这个要注意人际关系 这个有的人呢 晚节不保 这个注意一些出行安全的 或者是凡事甚言甚行为好 到晚年的时候 这个是容易想轻浮 但是呢 容易啊 名利啊 分不清楚啊 分不清楚这个 这个大局 到了晚 到了晚年呢 有一种晚节不保的感觉啊 为了一点小财小利啊 去做一些这个伤害自己名利的事情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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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